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紫青双剑和邪教之宝胜鼓力双双失去了下 师父 日月相连了 师父 日月相连了 师父 师父呢 日月相连了 师父在哪里啊 师父 我看你的样子根本挨不下去了 来 我来 南韩 别倒过来 怎么了 我帮忙也不行啊 师父有命 这青双只要冰儿来历 你命格并非至阴至寒 不能碰这青双 好 那就别怪我袖手不理 大师兄 这冰叶快要熄了 冰儿 别着急 师父就快回来了 南韩 还不赶快丢最后一块冰箭 别让冰儿的火熄灭啊 干嘛 我的命格不音不扬的 我干嘛帮你拿冰箭啊 我怕会误了你们的大事 你 别吵 这也正是日月相连之时 阴火大盛 阳火不灭 正好是紫青双剑出炉的大好时机 我们一定要支持下去 双剑合一 师父 双剑好像不肯合一了 就跟你这副德性一样 你 冰儿 昆仑师兄三人 都不肯齐心合理 双剑亲肯合一 我已经来了 紫青双剑还是无法合一 月圆之夜 峨眉之间 这个不见不散的约会 你殷山天尊还是赶来了 不但我来了 英山圣火令也来了 终于还是让你找到了圣火令 圣火令的重现是天意 你我今夜之战 你我今夜之战胜负已定 咱们这一战还没有开始 紫青双剑铸不成 你拿什么来对抗我的圣火令 我自己 这一战胜剑铸不成为你 你 长眉 天下终归我依然所拥有 何必强调君尼分是你的主子 或是我的主子 你说的对 既然这样 你不如和我一起为天下太平而战 把你那个指挥杀戮的主子给推翻 到了这个关头 你还有闲情和我论辩天下事 一句话 你要生 要死 要死 你们呢 是降 是战 果然是神 你错了 我走上来是要看看你的仪容的 紫青双剑果然另外 是 紫青双剑果然不难承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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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 师傅 原来双肩横移要血 要见血 是谁呀 坑人 快拿剑刺网 快用剑刺网 快呀 小男 快把剑上的血擦掉 好厉害的紫青双肩 可惜竟非我所能控制 好厉害 长眉 我没输 我不过是先走一步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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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剑碎 青剑缺 圣火力消失 看来人家还是一片纷乱 兵无王者统治天下的气象 这个天下仍然不见太平 师傅 云山天尊都死了 咱们就可以帮大王统一天下了 天尊已死 我还能留下来吗 当然了 师傅 您最大敌人已除 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师傅帮助大王统一天下了 师傅 您没事吧 你要不要先运功调养一下 我也应该走了 昆仑 南海 冰儿 你们三人各有天生的异病 都是不出事的奇才 如果上天许可 我想多花些功夫来好好地调教你们 不过一切也不如人意了 从今天起 你们好好地修炼本门的武功 人间正道 天下太平 就仰仗你们了 南海 曼 尽队 女hal 师父 师父 为南海剑侠丁颖 刃下仗义 剑走九州 极力寻回 断碎之子青霜剑 我手中的金芒剑 我自然会让开 斩银山邪教之人 于七夕金芒双剑之下 为世道正义 重燃一现 唯独南海电影单人独剑 一路追杀 并在日前 驻杀九子儿母于兵宫七里外 干人独剑 这个人从出道至今 就独来独往 用一黑一白两剑 白剑七夕 黑剑金芒 见过这两柄剑的 殷山中人都成了死士 黑剑烟 黑手 寸 不准备 请不吝点 郭榜 电影到了 传令 放毒烟 发讯号 是 你看 这炭火好怪 好香 是不是从鹰山逃出来的 动地真会开玩笑 太师叔用得着逃吗 对不对 把太师叔绑起来 是 住手 怎么还不放毒烟 找不到鹰山黑幕啊 是谁 是谁把黑幕给弄丢了 出手吧 南海丁颖剑下 从不杀妇孺 不杀无辜 不杀弱者 你我虽然正邪相隔 但至少你是个烈火的人 要死 就死得像个武夫吧 你们听见丁颖的话了吗 拿起你们的刀 把自己的左手砍下来 我们增断一并 现在连兵器都拿不住了 这手无寸铁的样子 在武艺卓绝的丁颖眼中 算不算弱者 南海丁颖剑下 从不杀妇孺 不杀无辜 还有不杀弱者 丁大侠 我说的没错吧 如果你要反悔食言 也很容易 只要把我们统统杀掉 今晚的事 天下无人知晓 算你厉害 远远不及你的七夕剑 你们都走吧 走 记住 下次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江湖传言中 南海丁颖和阴山派势不两立 见一个杀一个 见十个杀十个 今天你放过他们 你会不会后悔 大丈夫一言九点 说过不杀 今天就不杀 要是他知道我也是阴山的人 我肯定一命呜呼了 不行 还是先走回庙 大侠 多谢你今天的救命之恩 在下有要吃要办 后会有期 路上小心 是 谢谢大侠 对 骑马的话 就可以快点到瑜伽庄救人 兄弟 跟你要匹马 好 好 我 阴山黑幕 什么阴山黑幕 哦 没有 我是在一本书里面看过的 什么书呢 呃 我爹是采药的嘛 我从小就看过很多奇怪的书 所以我就知道这是阴山黑幕啊 看他们两个 一定是把黑幕烧成烟 等你来了便放毒 没想到自己挨不住 吸了进去 哼 害人中害己 这里有煎药 还有地瓜和玉米 看来他们是在这里煎药和主食 开玩笑 这世上哪有人会笨的用阴山黑幕来煎药主食啊 他们根本就不认得阴山黑幕 他们不是阴山的人 你怎么晓得 阴山的人左手手腕上 都有一朵火云标记 他们两个人没有 他们只是无意间 拿了阴山黑幕把他当柴烧 结果吸引了烟毒 哼 那他们两个也实在够懂没 你既然认得阴山黑幕 应该知道怎么样解毒吧 嗯 阴山黑幕毒 天下间只有两种东西解得了 一是花药仙子的虎鹅 但是这里离虎鹅太远了 以他们两个的情况来看 根本还不过去 而另外一个是旺秦峰冰堡的冰蝴蝶 旺秦峰 冰堡 旺秦峰就离这不远 如果我们快马加鞭 明天正午还赶得及给他们解毒 师父说过 南韩冰堡三世素仇 向不来往 但是救人要紧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大侠 到底去还是不去 去 你帮个忙 我们现在带他们到冰堡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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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堡到了 但他们看来不长了 我们 这边有什么东西 是 我们 我们 要走 我们 好 来 我们 快 他就扩散到脖子了 如果氯气走到了梅芯的话 就算十只冰蝴蝶也救不了他们 有没有人听到 有两个人中了毒 麻烦开门 南海丁颖有要事求见 我先去冰蝴蝶开门 公主 公主 冰蝶外有人求见 谁 一个男人 冰蝶从不招待男人 叫他走 他坚持要进来 是谁那么大胆 他说他从南海来的 姓丁 明颖 南海丁颖 师姐 师姐 你要去哪里 杀人 你不是说真的吧 平常你手都不沾血的 怎么说是去杀人呢 师姐 你不要这样看我好不好 好可怕 南海冰蝶 三世速成 死不共存 势不两立 这是师父临死前再三嘱托的移命 难道你忘了吗 我记得 我记得 如果我不敌对手 不幸死在南海剑下 你便是下一代的新的冰蝶宝宝主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南海冰蝶是永远的死敌 师姐 你的寒冰蝶 练得比师父还要厉害了 相信你不会有事的 那个丁颖 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南海丁颖 年少时 便跟昆仑小月 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 这一次 他敢亲自找上门来 绝对是有备而来 师姐 对 我有一个方法 可以对付丁颖 对付丁颖 开门了 你没事吧 我不知道是敌是友 希望你们没有受伤 这位肯定就是鼎鼎大名的南海丁颖了 在下正是南海丁颖 请问姑娘如何称呼 我叫 没有 我是问 不知你们来到冰蝶到底有什么事呢 马车上的两个人身中剧毒 性命垂危 请冰蝶出手相救 大老远的 带了两个中毒的人来 你把冰蝶当成是医馆了 姑娘 在下不是那个意思 哎呀 跟你开玩笑的 黑木烟毒 果然厉害 姑娘一眼就看出来了 丁大侠 我们可找对人了 姑娘 我们连日赶到望秦峰求助 也有一段时辰了 他们两个人身上的剧毒 什么剧毒啊 打精小怪的 只不过啊 是一阵烟罢了 也是跟你开玩笑的 别太认真啊 鸣山 他们是鸣山的人 他们是什么时候中的毒啊 应该是昨晚 什么时辰 我也不太确定 那是怎么中毒的 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他们可以说是因为我而受害的 不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看看你这样 还梦出什么南海冰影 我看啊 我就将计就计 他们的毒 要是不赶快除掉的话 救了也等于白救 冰宝圣地 从来不接待南客的 请二位不要见怪了 还是随我到比馆去吧 我们知道冰宝的规矩 丁大侠 既然他们两个有姑娘照顾了 我就功成身退了 我去救我朋友 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上心吗 妈人像你这样子中途而废的 姑娘 我的朋友也命在旦夕 如果晚了 我怕来不及 我保证你来得及的 甭提了 跟我走 曹操 把伤者抬进去 好 等救完了人 我陪你一块去 不管你朋友有多大的麻烦 我帮你一把 这儿就是别管 请问姑娘如何车库 南海见丁影 忘情伴摇池 是 原来你是冰宝的摇池公主 真不愧是冰宝 周围全都是冰造的 不过到了夏天 这冰融化了 会不会变成水塘 中原酒风 忘情之音 冰宝又建于忘情风的悬音之地 可以说是取极音之音 所以此处中年鸡血不分四季 看来丁大侠对冰宝还认识不少吗 南海冰宝本是一家 丁某所知尚且 公主见笑了 死到临头 还想杀混乱 咱们跟南海派师父两立 你居然说本为一家 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 公主 公主 你叫我 南海冰宝还有第二位公主吗 当然没有 有什么事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帮他们两位解读呢 你们两个先去看看他们两个情况怎么样 我去取冰蝴蝶 那就有了公主了 他就来 我是谁 不是 姐儿们 出来了 这些鹰山的混蛋全都被我收拾了 真的 你们慢慢等死吧 走 走 为什么要暗算我们 你不用明知故问吧 就因为冰宝和南海一直以来的误会 你不是什么南海派的 你想杀就杀 本姑娘懒得跟你玩了 姑娘 这真的是你的不对 居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法来暗算我们 亏你还是个冰宝公主 她不是姚池公主 谁说我不是的 我听说公主从来组不出户 甚至连冰宝的大门都不曾踏出半步 得长在我身上 我想走去哪就走去哪 丁大侠 我看着出个冰宝的问题考考它 既然这样的话 丁宁久闻冰宝的两大神迹 滴水成冰 寒冰护体 今日我倒想见识一下 你以为我这么随便就出手了吗 这两句话应该值得真正的姚池公主动手吧 说得好 你一直想跟本宫动手 现在如你所愿 好丑 你怎么还戴个大面具 阴山小鬼 护着你乱说话 忘情冰宝一向是天下巨主之一 今天为何如此瞒目讲理 我们冰宝是名门正派 事事讲道理 公主你误会了 我们的确不是阴山中人 居然敢睁眼说瞎话 当我们真的是傻瓜 电影形势一向光明伪落 从不胡言乱用 你还胡说 齐儿 师姐 跟这种人根本就不用客气 他们的身份早就已经曝光了 还在那边厚颜无耻 简直叫人恶心 你在只骂我们是阴山中人 请问你有什么凭证 你看看你旁边这个朋友 手上还有着阴山火云 你是阴山派的人 怎么样 你这冒牌货 还有什么话可说 齐儿 你们先退下 是 阴山小鬼 后会无奇 好厉害的寒冰长 多么 也倒下 高热 寒冰裤体